昨天赵绍康一上辩论台 他就拿出一张纸说 我辞中广董事长 我立刻签名 你赖清德要不要拆 你老家的维建 我们看到赵绍康的确很会出招 可是赖清德的竞选总部 立刻就回应说 你手上还有27.6的股份 你怎么都不捐出来呢 赵绍康说你是共产党 你要抄家搞文革吗 搞斗争吗 我们来看看 这个回应 看到了一张狂拉票 因为北北基被视为 国民党副总的候选人 赵绍康的守备范围 当然不能输 猛抢独亏票 赵绍康请一天下猛药 在辩论会上 签下中广董事长辞职书 却被民进党质疑 怎么没放弃中广股权 股权那是大家投资的权利 民进党好像是共产党 要斗争到底是吧 那这样好了 蔡英文有很多股票 赖进党有很多股票 那是不是请他们都捐出来 要民进党骂人前先比照办理 赵绍康说如果他当选会从自己先做起 不仅不入住副总统官邸 还打算捐出去 却照抨击无视国家规定 只为一个心意嘛 反正我不会进去住就是了 我自从台北市长官邸也想起来嘛 那副总统官邸也可以啊 说准错他用 灵感来自台北市长官邸 赵绍康想回馈青年 呈当选后再来改规定 但恐怕不是所有青年都对赵绍康买单 因为他前一天辩论 要五月天对于被施压的传闻 不要不说话 也让五迷不满 出现怎么检讨被害人的声音 五月天是被害人 他好像也没有什么被害 我觉得该检讨是到底谁在放话嘛 国安局说两个高层到底是谁 我觉得应该站出来啊 不应该躲着幕后啊 然后用一个假消息 然后呢给外媒 说是要逼放话的国安高层出来 就是和拉台选举平抛议题 却也引发相对多的检疫 你看到这个赵绍康 他的辩论完了之后呢 必须说很多新闻还是围绕着他 因为可以看得出来 执政党攻击的重点也在他身上 包括说你的中广股份 要不要捐出来啊 赵绍康说蔡英文 赖清德你也有股票啊 你要不要通通捐出来 不能投资吗 包括五月天 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赵大哥在辩论台上 希望五月天能够出来讲清楚 像这样的策略 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来 我觉得老赵辞去 中共董事长是有震撼作用 但是紧接着赖伴就说 那你股票要不要捐要不要卖 这个我觉得老赵的回应 就不是那么精准 因为公职人员是可以拥有股票 那你当选以后信托就好 他说那串英文跟赖清德要不要卖 我觉得也有一点 他学了民进党的坏习惯 也有一点我们不对提 不过我讲一下我跟老赵 在我们节目休息的时候 有关中广股权的话题 我跟老赵讲说 我从小六就对媒体有兴趣 我小六就希望说我这辈子 如果有一张报纸 有一个古博电台 那个时候80年前就还没有电视 所以我说我如果有一家radio 有一张报纸 我此生愚愿主意 他说真的 他说那我卖给你 卖中广股 卖中广 他说要卖给我 我说你开价如何 你说原价 他说原价 我说可惜 当初的兴趣我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你半价我也不要 因为我觉得现在拥有媒体 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 值得高兴的事情 所以他说 我说我半价我都不要 不过他我觉得真的 中广持续董事长 单单这样做 其实我也是选战当中的交锋 我觉得老赵 有没有做董事长 效果是一样的 我就讲到这里就好 对不对 你觉得他表现怎么样昨天 我觉得老赵当然三个人 女的我们就不讲了 因为有三个女的 两个在台上 一个在台下 在台下的那个最有魅力 台下很多 小金也在台下 或者是观众 他说的是前排 小美前我觉得她上风很重 而且我觉得她讲话的时候 脸上的肌肉蹦得很紧 而且真的是有一点 很用力 很愁眉苦脸 很要宣达民进党政府的政绩 所以你注意听她讲 你比她还累 所以总结来讲就是老赵的表现 当然是好 但是我觉得老赵的后半段 后半段她看稿看太多了 可见她是 因为后半段就是很多细节 交叉节目 她显然没有备收 她看稿的时间 还有她的议题 没有一个系统性的 presentation 有一点凌乱 有一点分散 不过其他两位就已经招架不住了 这样也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我认为 你说我都同意了 但是你对赵沙公有点苛求了 下不远意 不错了 不错了 这个八年来 因为我们的政策 我们的政策 蔡英文的政策 让许多国家 更多国家选择与我们站在一起 他是外交 他是外交的常载 先讲这个东西 马上我在旁边马上打到 笑出来了 想说这几年断交九个国家 有史以来 中华民国的总统史上 大概从李登輝之后 蔡英文是第一个 断交国第一名 九个国家 然后我们说实质外交 各位请问什么叫实质外交 什么叫实质外交 那就是说民间组织 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 我们可以进去 比如说这个世卫大会 WHA 我们用中华台北 我们当然希望用中华民国 或用台湾我们都愿意 但是没办法我们去 结果八年来 除了第一届 到2016的那一年 是因为马英九的余印 批音下来还可以去 以外一次都去不成 这国际的民党组织 I care没有进去 然后敲锣大股四大公投 讲到的我们一定要吃萊豬 才能够国际经贸能够接轨 李存现在要派出外面 他公开说 公开说 他公开说 我们吃了萊豬 才能够加入CPTPP 现在呢 好 这个卸长亭 掛保证吃 吃什么 吞 核食 日本核食 核食也吞了 萊豬也食了 美国要的我们统统给 他基本上直接建建 希望亚太极电去设长 我们都去了百分之百 他要五毛给一块 这样子面对美国 这样面对日本 结果我们的外交空间 零了 零成长 除了看到是 有新的看到是 九个国家的断交 国际组织 我们一个都没有 剩下这什么 他讲的是国际更多的人来 更多的参众议员来 来访问台湾 大家照相照相 然后我们出钱请客一下 照相大大内宣 我们的外交做好 你看我们去哪里 我们见到谁 见到谁 见到谁 我们的民意代表 去这里 萧美琴 你是一个职业外交官 大家认为你表现不错 你怎么好意思 睁眼说瞎话 你说我们对美关系 好 这个没有人否认你 但是你会讲说 我们的国际 这样挂针 针在带 我看不见了 是 来 韋汉 昨天三位副总统的辩论会 我觉得三个人都达到自己 目前 之前所设下的目标 照先就是 第一个在中华民国的辩论会上 拿出手版的人 大家可以去查 1993年的10月3号 在国际纪念馆 对不起 我讲错了 1994年 那一年要选台北市长 他就公布他的捐款账号 然后说陈伟伟要选台北市长 中华民国会毁灭 你看这多久前了 29年前了 所以那天你看他拿出说 我要签中共董事长的辞职书 在这里 我现在马上签 中间大概隔了5到8秒没讲话 虽然没讲话 可是反而是最有戏剧张力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他就达到这个点了 他宣传效果好 他很懂媒体 不过他的仁爱录的副总统官邸说 他不要住OK 他把他当成色彩 基本上是不行的 这早晨在跟大家讲 就是说副总统可以不住 但我是建议他住 要有信心选上 而且要有信心选上就去住 因为对维安来讲 成本还是最低的 他不去住 反而媒体会去帮他计算 会有官员 后来又花多少钱 在旁边架设什么CCTV什么的 第三个就是 吴欣盈他很清新 就他讲话 虽然我觉得他 可能还没有 就是大家对于副总统的 相关历练跟对于政务的熟悉 可是他讲话就是 国语台语跟英语交杂 我觉得就是 至少年轻人喜欢他 柯文哲也喜欢他 那萧美琪 则是在赖清德 礼拜六讲完了 这个中华民国是灾难之后 很快的 因为昨天下午编冻之前 蔡总统早上有元旦文告 他等于是 我看到了年轻版的蔡英文 就是在两岸 以及国际的用词上面 虽然他烧虾 感冒 可是他没有讲错话 很精准的告诉大家就是说 比如说像佩洛西来 我们为什么要欢迎他 这是民进党的立场 比如说台湾有台湾派 中华民国台湾派 跟中华民国派 都不一样 可是大家在这块土地上面 来奋斗 所以就是他把这个 民进党现在目前 也纳入中华民国元素 不再是台湾共和国 那麽讲得蛮清楚 我觉得各自都有得分 也许多了 我们在这块土地上 在这块土地上 都不一样 我们在这块土地上 都是要有点 对 我们在这块土地上 就在这块土地上 对